十二年国教新科工及本土技研 新闻常常在讲的科工 就是科典公要的感情 分作中工及领工 领域公要 中工规定教育目标 好好应该爱给科目和结束 丁丁共同的制度 领域规定又领域又科目的内容 本土技研 在国教有直接必修 就是中工里面的规定 前几年 我们所所属的国教必修 没机会实现 也是因为新书定的中工 在日空一宿已经正式公布 影响国家交友规判的中工 没适合太接修改 所以有机会改变国教本土技研的结束 可能会等到办法好 第二个事情先放边 我们先跟我们说 定在可以打拼的空间 从日空一宿中工工布开始 又领域的领工也开始收拼 包含本土技研 本来按赏在日空一般年十四的新客工 因为领工不够公布 决定前到日空一宿 经历教友部的工法 要照时间实施要真拼的 新的十一年国教新客工 加九年一管旧客工 最明显的无线 就是核心作用的关联 照国家交友研究 可以用它的价格 其中 听说跟部份的能力 可以借会货客来切丢 台独跟行为习惯 就要靠好好内内的 客却切平量 这也是深切中心 等待打拼的工作 发展核中和核小的 全方位平量系统 无用分数、用充计 来了解学生学习的效果 各小的本土技研评量 也同样可以用这套系统来做 不过,面对新科工的心理上 所尊重一个大问题 我们连任力都要不备用好学 是要如何丹素用 全国本土技研课定 输入与学生的程度 关系差到很大 要如何继续更严重的平量方式 更不要说 很多家庭根本没有要以本土技研课定 也会要求小孩的学习和表现 虽然这个困难很容易解决 不过,应该做的要是要做 用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就是因为我们起步更晚 电脱可以组练就有比较重的目标 跟学生定性领略以外 也同时备用学生的态度 跟行为的习惯 让我们的孩子 欧本土技研 会效素用 也对我们的目标有正面的态度 建立素用目标的习惯